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怀才不遇的感觉呢? 总是觉得时不外遇 如果有的话,这样米高安哲奴的一生 或者会令你发出会心的微笑 米高安哲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很杰出的艺术家 他是一个雕塑家、画家 也是一个建筑师和诗人 他所画的人物都很健美 就算画女性的身体 都会表现出强健的肌肉 他最著名的画作 应该是在梵蒂江西斯亭教堂里的 天花繪作《藏世纪》 和壁画《最后的审判》 而他的雕刻作品就以少年大卫最出名 米高安哲奴在1475年 出生于佛罗伦斯共和国的卡普雷塞 在他的家族里头 几代都是银行家 不过到了他的爸爸 就没有办法维持银行的营运 最后去了政府那里做公务员 而当米高安哲奴出生的时候 他爸爸已经是一个小镇里面的行政官员 在他出生之后几个月 全家就搬去佛罗伦斯 而米高安哲奴就在那里长大 在1481年 当时米高安哲奴六岁 他妈妈过世 结果他就被一个石像的家庭抚养 米高安哲奴的爸爸 在镇里头拥有一个大理石的彩石场 和一个小龙场 当回忆起米高安哲奴生平的时候 曾经有人敢说 他的成长环境 使他很小就已经学到 用锤和用锁的秘诀 可以用他们来到挑剔人物 米高安哲奴的脾气暴躁 不合群 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 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 而他的风格 影响了近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 米高安哲奴自小就没有兴趣读书 他喜欢模仿画教堂的画作 也都喜欢跟其他画家在一起 在他十三岁的一年 就成为画家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的学徒 到了第二年 米高安哲奴的爸爸说服基尔兰达约 使他可以按照画家的标准领身罪 在当时 这件是绝非尋常的事 1489年 佛罗伦斯的统治者 洛伦佐默蒂奇 要求基尔兰达约 将两个最好的学生送给他 而米高安哲奴就是其中一个被选中的学生 在1490至1492年 米高安哲奴加入洛伦佐默蒂奇家族设立的人文学院 在名师的指导下 学习雕塑 在这段期间 他创作了浮雕 樓梯上的姓母和半人马之战 在17岁那一年 米高安哲奴和在人民学院里头的另外一个学徒发生争执 对方打中了他的鼻子 令到他破伤 从此以后 在米高安哲奴所画的画像里头 都会呈现出这个非常明显的面部缺陷 例如在1536年至1541年期间 他画的壁画《最后的审判》 那条人皮的面部 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样子画出来的 在1504年 米高安哲奴完成少年大卫这个雕像 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出名的杰作之一 米高安哲奴用来雕少年大卫那块大理石 原来是有段古的 听说有一天 当他在佛罗伦斯的大马路走过的时候 看到路边的垃圾堆有一块在卡拉拉出产的大理石 不知道哪个雕刻家把它丢坏了 顺手就丢在那里 米高安哲奴对那块雪白的大理石产生兴趣 走过去很仔细地看一次 觉得那块大理石虽然被丢坏了 不过将它丢坏了就太可惜了 于是乎就叫工人将它搬回家 过了没多久 米高安哲奴就用那块被人遗弃了的大理石 钓刻出轰动世界艺坛的少年大卫雕像 米高安哲奴给这块大理石的生命 使我们不其然想到 有没有机会遇到 像米高安哲奴这类钢色货的人 可以令到我们的人生有自然不同的转变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因为你已经遇到一个 比米高安哲奴更加有能力的雕塑家 它就是将我们由罪恶污蔑当中 拯救出来那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像那块大理石那样 在米高安哲奴的手中 安安静静地任由它雕塑呢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雕塑的过程是会带来痛苦的 在美国加州的格兰代尔 有一个叫做Forest Lawn的墓园 里面展示了一座仿制少年大卫的雕像 栩栩如生令人赞叹不易 或者说下我们 当我们被神雕塑成为新族的人之后 有没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形象呢 我们的言行举止和以前是否很不同呢 就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既然蒙照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编辑